第2把 1比0 我改個分先 你不斑圖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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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斑了比分的話 Ref1 好 那第2把 好像是 還是選了一個PS2 空下 DA空上 他意思是 想要一個Dropdown 斷斷斷到板上再連上梯 然後再 應該是還是可以連空上 Jetload到了一個橫S 我記得是 他是可以是用一個 Jetload完之後 可不可以用下梯接上S 不過剛才因為 有點接近板邊嘛 他可能是怕那個Step的距離 會因為在板邊有點受限制 差點差點差點 空上 忍娃的這個空上 要殺人的話還是 完了 他剛才是 也是這個技巧也是 應該是 純喜剛用的比較多的一個 就是一個 二段跳的一個空後 但是他那個弱點的話 沒選擇好就直接降下去了 所以的話就沒有二段跳回場 好 DAA空後 再來 再來 想暈 沒有暈到 Jetload DAA 對沒錯 再Jetload 可以 再來 我去 這一個下梯 橫S 可以啊 你看 呃 磕頭班的 呃 同學有看明白這一套嗎 他是 Jetload了以後 然後再一個 DAA 再一個空上 Jetload 拉下來 然後再打一個Jetload 然後的話他沒有急著 打 然後 而是再用一個下梯 就像現在打的這樣 再用一個下梯 然後再用一個橫S 這樣的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三套的一個 呃 一個動作 好 拉出去 DK應該主抓嗎 不一定的 你有時候 因為有很多鬥士的他的那些幀數啊 他的打盾的那些幀數是很好的 所以的話 你如果只是靠雀反去盾抓的話 那不一定的 他有 有些時候 他距離 完了 漂亮 欸 瘦身到了 但是按多了一下 哎呦 那 漢一把的話 追回一把 追回一把 好 看 看 看 吃不 吃 吃